俄乌冲突持续到今天已经记录第三天 根据26日晚间最新的消息 俄军已经正式进入首都击捕进行作战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目前行踪不明 虽然有泽连斯基的自拍视频 声称他依旧坚守在击捕 但目前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予以验证 而在乌克兰之外 国际社会依然围绕这场地缘危机展开博弈 不过对于一手挑起这场冲突的始作勇者美国 俄乌之间的流血冲突 显然还不足以让他们感到心满意足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在26日记者会上明确表示 由于战争还没有彻底停止 不具备足够的外交条件 因此美国认为 现在并不是俄乌谈判的最佳时机 有趣的是 当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战场上兵龙相见之后 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的关键词 除了俄罗斯 北约 乌克兰之外 竟然出现了台湾 当俄乌正式开战之后 国际社交媒体纷纷联想到台海局势 直言现在对乌克兰局势最有感触的 恐怕就是台湾地区 而这一个突如其来的热搜 也让台当局感到措手不及 台当局多位高官连日来忙于灭火 不断透过亲律媒体 来安福岛内民众的紧张情绪 扬言今日 乌克兰并不是明日台湾 但是在灭火的同时 又继续煽动仇中情绪 称大陆有可能会在俄乌冲突之际进行试探 可是台当局的这些演示 终究无法压制所有人的质疑和顾虑 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 台湾始终相信一个说法 台湾有事 世界来救 也正是因为 在这种错误幻想的影响下 台湾民众对于当局极力挑衅大陆 甚至不惜斜阳谋毒 以武剧统的做法 都给予了相当大的宽容度 几乎是没有任何依据 任何逻辑的认定 无同只是大陆提出的一种宣传口号 完全没有实施的可行性 可是当俄罗斯迫于生存压力 主动出击的方式进攻乌克兰 而且美国及其欧洲盟友 只是嘴上声援 但实际上按兵不动时 给台湾社会造成了 非常大的震撼和触动 援引中国台湾网2月26日消息 台湾国民党领导人朱立伦 在俄军攻入基辅之后 立即透过媒体喊话 称台湾不能变成乌克兰 两岸也不应该有战争 追求和平才是真正的爱台湾 显然 这些在过去几十年里 他在海峡两岸大肆捞取 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民独 以及暗独势力 都意识到 过去的想法不仅错得离谱 过去的做法 也让台海处于一种 非常微妙且危险的处境 大陆对于两岸未来 始终是暴以积极态度 始终愿意给和平一个机会 甚至愿意让路一部分 发展红利给台湾民众 试图用经济交流 人文交流 让两岸自然地导向统一 但遗憾的是 岛内的台独顽固势力根深蒂固 尤其是在近些年美西方 对中国的遏制不断加大时 台独势力变得越发嚣张 甚至公然勾结外部干涉势力 来阻挠两岸统一 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暗独势力 只知道截流两岸经贸红利 对推动两岸融合 没有正面贡献 时至今日 美西方一手铺陈的地缘危机 正在接连引爆 而台海是美国当前 重点关照的目标 台湾岛内各势力若执迷不误 依然跟着外部干涉势力 沆险仪器 卫护作伤 大陆会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以及主权尊严 必定会动用雷霆手段拨乱反正 适合 优优独特 优优独特 优独特 优独特 磅仰 works 国民党